國民漢字須知 帶您學漢字 學好字 本週我們又要到哪裡 去學習什麼字呢 如果我記得沒錯的話 農夫最上面還有一個曲 是不是說農夫 他在種田的時候 也開開心心地唱歌 農字上面有一個曲 真的是因為農夫種田時 都會唱歌嗎 蘭花的藍的最下面的那個部分 它是跟花的形狀有關係嗎 還是跟它的意思 蘭花的藍字 你知道它的演變由來嗎 它裡面是添加 2014年金獅世界紀錄的死神辣椒 就做成了 你去把金獅世界紀錄的死神辣椒 你有沒有聽到 有一個關鍵字最辣 到底是什麼樣口味的冰淇淋 讓家德跟孟孟舌頭都麻掉了呢 菜市場的台語要怎麼說 想知道更多的漢字知識嗎 盡情鎖定每週日中午12點30分 國民漢字尋知